好 各位同学 到刚才的例子为止呢 我们就把关于完全平方数的第三个性质算是全部都介绍完毕了 所以接下来同学们要跟随大老师来学习的 就是我们完全平方数第四个在考试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性质 而这个性质又跟我们在四年级一期之所讲过的一个很重要的计算公式是有关的 不知道同学们能猜得出来 其实还是蛮有体系性的 想想 我们现在要叫做个完全平方数 什么数到平方 那你想一想 咱们在四年级当中学过哪个计算公式 当然是比较常见的 会跟平方有关呢 还有没有印象呢 平方叉叉公式 所以我们的第四个完全平方数的性质 就是实际上是一个跟我们的计算公式所联系的 那就是跟我们的平方叉公式有关 那首先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平方叉公式 两个数的平方做差A方减B方等于两个数的和乘以两个数的差 希望这个式子同学们还能够非常清楚的记忆下来 那在这里我们稍稍多拓展一下 因为咱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关于基有性的内容 我们曾经说过 在基有性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叫做 两个数的和与两个数的差 它们的基有性是相同的 所以在完全平方在平方差公式当中 最后的这个两数和乘以两数差 因为是两个一样的数做 因为是两个数做和和这两个数做差 所以它们的和和它们的差的基有性一定是相同的 这个对于我们待会解决相关的平方数里面的这个题目 会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了各位同学 这就是我们完全平方数的第四个性质 只要你把屏幕上公式记熟了 其实第四个性质 残然你也就掌握了 好各位同学 学习了完全平方数的第四个性质之后 那当然接下来咱们就要找中来训练一下 因为它又跟我们那个非常重要的计算公式有关 所以相对而言第四个性质 也是在我们考试当中比较常见的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道题目 来看看怎么来考察呢 在席尔斯的运动会上 五年级的女生们准备出一个团体操的节目 现在的人数呢刚好可以排成一个方阵 每一行和每一列的人数相等 其实这句话就意味着很理会的告诉你什么意思 平方 非常好 就是这个现在的女生的人数 是不是恰好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发现后来呢又来了23名女生 结果还可以组成一个方阵 那你能算出在没有加入这23名女生之前 我的这个方阵会有多少人呢 那当然了再介绍说一下 对于这样的题目来讲 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 这也是我们在高年级当中 可能在学习里面会碰见了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 就是我们发现 有些题目怎么感觉好像在以前我接触过 然后为什么老师在这里面 还有特别详细的讲解 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 可能对于同样的题目 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 知识学习的增多 我们就会有一些其他不同的 或者是一些另外的解法 也许有的时候这个解法并不代表是最优的 或者你觉得这还不如我以前二三年级学的好的 但这时候请是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时候解法的介绍 其实是为了做一个铺垫 是为了通过它引出我们这种解法 它在另外那些题目当中是如何来使用的 所以当同学们以后来学习到这些题目的时候 也不要觉得说这题我做过 以前我做起来很特别快 而就把它也放到一边 没有去听老师真真讲解 那很有可能你就会错过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方法 而当后面碰到了有它改编的题目 也许你发现这个题 我怎么就做不出来了呢 所以在这里请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有部分同学拿到教训之后会觉得说 老师这个题应该出错了吧 对呀 怎么也不可能来二十三个人呢 没错 那说一下你像方圣嘛 对不对 那来了二十三个人 因为这方圣是不是就变大了 那不就应该是外面得加一圈才好吗 怎么一圈是四个本数呢 对呀 咱们以前学过方圣会知道每一圈 方圣里面每一圈或者每一层的那个人数 一定会是四大倍数才可以 可是你才来了二十三个人 这四也不可能会是呢 对吧 各位同学 有能力是不是会觉得这样 所以他就说出错了 那如果出错了 我把它放到这儿 书记为大海老师 你也出错了 你终于出错了 你也太好了 没什么呢 你看大家这么美 各位同学 当然真实情况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二十三个人加入之后 也是可以组成一个方圣的 只不过再稍微提示一下 这个新的方圣 可不是在原来方圣具有上 加了一圈多来的 你试试看看加半圈 有没有可能呢 那待会儿课下 你自己不妨去来 根据我们算出的结果 你来摆一摆这个方圣 你看看加半圈 可不可以完成 那这个算是一个 对于同学们的思维的 一个小小的开拓 好了 那这些问题就解完之后 下面请各位同学 严肃认真的 抛掉你以前所有东西 跟我一起来认真的看一看 这道题如何用我们的 平方差公式来解决 那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 首先 原有的五年级的女生人数 是不是恰好是一个 完全平方数吧 那么它加上了23人之后呢 还是 还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对吗 各位同学 那就意味着 前后两种情况下的 女生人数之差 是不是应该就是23人 对 而前后两次的女生人数之差 是不是就是两个平方数的 差 差值吧 那你看看平方数差值 一个方减一个方 平方让公式 是不是就 用下来 出来了吧 对不对 好 那在这里 我们为了待会后面的解决解决方便 我们不妨把前后这两个女生的人数呢 用我们的字母来表示一下 不过这个时候 大家有时候问一下了 那咱们就设前后两种情况下 女生人数分别是 A和B 然后A减B等于23 那这能不能体现出人数是平方的这种感觉呢 A方 看不出来吧 对不对 那我们要想体现出平方的感觉 那当然一定要设成某个数大平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有了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练试计算 数相对会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好 那各位同学 基本上这条小题就差不多解决了 下面咱们来简单看一下它的解题过程 好 首先根据题目的要求 我们能够知道 前后两次的学生总人数都会是完全平方数 我们不妨设之前的人数是B的平方 之后的人数是A的平方 那同学们来看一下 你看我不是设具体的字母A和B 我设的是它们的平方 这样我是不是通过这样的字母 才能表达出这个人数的特征来吧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根据题目的要求 那是不是应该就会有A方减B方等于23 也就是后来的应该是前面的人数的 差值到23 对吧各位同学 那也就是到这里 最后平方公式展开 A加B的和乘以A减B的差 是不是就等于23了吧 那接下来 我现在是不是得把A和B解出来 我是不是才能知道前后的学生人数是多少人吧 对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数的和和两个数的差 乘完的乘积 我知道了是23 那就意味着这个23 是不是最后能变成两个自然数相乘吧 那再记得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同积同偶 想想这两个数能不能都是偶数 不行 那乘完23肯定不可能吧 那就意味着这两个数多点是基数 那哪两个基数乘完是23呢 1和23 非常好 那当然就是1和23 所以A减B等于1 A加B就应该等于23 那么A和B我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算出来了 最后可以很容易算出来 A应该等于12 B应该等于11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核查问题嘛 对不对 好了那这样的话 这个AB知道了 那么前后的人数平方 我是不是就知道了 那么之前呢也就是11的平方 所以最开始应该有121人 那当然了来了23人之后 就应该是144人 所以之前之后的人数 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求出来 好 各位同学 那教题能明白了吧 好 我们把后面的过程看一下 最后我们能够得到 之前的方证应该有120亿人 好 在这里最后再强调一点 我同学说老师 我有更简单方法 我翻翻前面的那个平方数表 我看看哪两个平方数差23就可以了 好主意是吗 那同学们 还是那句话 那你想想 你的这种方法 能不能适用于所有这样的题目 比如说我把那个差值23 改成差值23 或者是23 你想想13平方数表 这个 就是不是稍微有点困难了 所以我们黑板上这种 是这类题目的通用解法 希望各位同学 一定把它给掌握住